本地車子品市場始終很受內地自由行影響 這些廠商所見到的口味轉變 亦可以由市場調查中反映到 這間公司連續五年 在內地及香港進行車子品消費調查 在他們的受訪者篩選條件中 以色類別平均每單產品消費約14000元人民幣 明標每單消費達到50元人民幣或以上 他們發覺內地消費者 對車子品的知識水平和要求有所提升 不再單看價格和經常要求名牌上身 另一半的消費者希望找到獨特產品 他們想找到獨特產品獨特產品 以前我們看到中國商人想要很多的 所謂 LOGO ITEM 所以他們喜歡這整個 LOGOFICATION 但今天他們想要 我想要一件事真正的 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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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消費者對車子品的要求 不再單是以價格和商標 是否能夠提升自己來衡量 現在還要有獨特性 他們更不希望買到舞台貨 所以越來越多人要求 產品附有獨立第三方面的真品證書證明 我們看到的是 一個增長的想法 真實的 因為在過去 我們沒有看到這些資料 那麼高 今天 我們看到 64%的中國商人說 他們真的想要真實的 所以 這裏也能夠提升 中國商人的消費者 在於他們的貨品 進行的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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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亦反映到 男士在車子品的消費水平正在上升 為相關品牌進駐香港 提供了好的條件 在過去 我們看到 男士總共買少於女士 但每個價錢 都會很高 每個價錢 都會很高 每個價錢 但這次 我們看到男士 買了更多的數目 並保持價值 非常高 每個價錢 他們買的 所以 男士的類型 非常有趣 更加貨品 我們會拿到很多 食物 例如 袋子 我們會看到 他們增加 男士在做的 貨品 協助人士 在內地一線城市 消費力放換下 而內地二線城市 永遠將會成為 支撐本地 車子品消費的重要支柱 好